我这边没有powerview嘛 对不对 这边没有powerview 所以怎么做呢 直接在档案 档案底下 现在这个动作只有在2016版 或者是2013版 插入找不到powerview的时候 你要做 这点照特别提醒你们 第一点选档案 第二 点选选项 第三点选 因为我要把powerview的功能放到这里 放到插入的最右边 所以这叫自定什么 自定功能区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你 因为刚刚我已经装好了 对不对 它不是在常用 它如果在常用的话 它直接就显示了 它是在什么 所有命令 切换到所有命令 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在这里 powerview 有看到吗 然后请放到插入 这边先新增一个群组 就是插入底下我们新增一个 叫做视觉化好了 重新命个名 重新命个名 放这样子一个图 然后叫做视觉化 然后确定 那这里面呢 把它给新增进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在这边会多一个 叫视觉化 就多了 就多了刚刚我放进去的那个图示 好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点选什么 确定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视觉化 插入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视觉化 可以吗 我重点是要 等一下要教 先教powerkeeper 再教powerview 然后 让你们知道 整合 整合 把这么多张整合在一起的方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